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現在是5點一分 2024年的5月29號 今天是拜三 那我們先來關心天氣 這個今天天氣算台北是涼涼 那麼沒有下雨 中央氣氧鼠說今天跟拜五 封面都已經難移到巴士海峽 所以這個台灣各地大致都是多雲實情 那拜三封面會重新回到台灣 各地會轉為局部震雨或者是雷雨 那麼有可能有雷公市 有強風有瞬間大雨的機率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是跌了195點 195點 今天收盤是21662點 21662 那麼今天跌幅是0.89% 新高領是4千695億 那麼三大法人 今天外資是賣超了274億 投信賣超7億 自營商賣超11億 總共三大法人是賣超了292億 三大法人全部都賣超 那麼因為這個外資今天大賣超了274億 所以台幣重點1.3角 來到1塊美金換32.298收盤 那今天台北外匯市場的成交量是14.73億的美金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跌195點 盤面上全子股都效盡拉回 那麼小型股倒是活蹦亂跳了 那這個集中市場4695億 OTC呢漲0.39點 來到259.75點 成交量是1553億 那兩邊加起來就是6200多億 6240億左右 這個量算是大了 好那麼今天啊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呢 不是一直在講香港基本法23條嗎 結果香港今天第一邊 實施了香港基本法23條 其實香港基本法23條 被稱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啦 那今天他們這個第一天實施呢 就拘捕了6個人抓了6個人 那他們被控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 煽動深恨的深恨北京的文字 有趣喔 這個新聞非常有趣 台灣人愛注意 香港宣布 香港宣布抓的人呢 有這個周姓彤 還有五個 周姓彤還有四個女生 還有一個是男生 總共六個人 那總共被抓的有誰呢 有周姓彤還有周姓彤的媽媽 周劉華真 還有香港前支聯會的常委 劉家宜 還有關正邦 另外民主派前任的區議員 陳建勤 民主派的政團社民社民臉的成員李盈之 這裡面全部都是女生 只有一個男生叫關正邦 那香港啊 香港政府發布的信息是說 這六個人啊 利用某一個將要快到的敏感日子 進行煽動 記住喔 香港政府用的叫做 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 進行煽動 他不敢寫哪一天 這個 今天是5月29 6月4號快到了 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不敢寫 他竟然寫 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 好 好 那 他們 這個做了什麼事呢 他們到底有做了什麼事呢 他們只是在六四的時候 他們是在二零二四年 四月份 用匿名的方式在社交平台 發布了 按照香港政府說 他們發布了 煽動意圖的貼文 挑起市民對中央政府 中國中央政府 還有香港特區政府 還有司法機關的憎恨 意圖煽動 網民 這個 參與非法活動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為什麼 因為 幾十年來 香港一直都 以允許 這個公開悼念六四事件 幾十年來都可以 那麼 這個 直到什麼時候被禁止呢 直到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二零才禁止 結果現在 現在說啊 這個 紀念六四 竟然要關七年 國際特色組織啊 說 下個禮拜就是六月四號 將是周姓彤 因為國家安全指控 被收押滿一千天的日子 就周姓彤已經被關一千天了 現在又再被抓 那麼 香港當局啊 即使應該是說 中國當局啊 打算通過 周姓彤 通過他的檔案 添加新的罪行 那麼 確保他 能夠把他關更久一點 好 記者就問喔 問香港政府說 你講敏感的日子 即將到來的敏感日子 是不是指六月四號啊 如果有市民在六月四號 在社交媒體上 張貼蠟燭照片 說到六四 或者是維園 維園就是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字眼 或者是在網上悼念 這樣有沒有犯法 就問香港的警務局局長 那香港警務局局長鄧炳強說啊 你問我那個敏感的日子 日子本身不重要 他連六四都不敢講 他說最重要的是 就是這些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利用這些課題 煽動市民 憎恨中央政府 憎恨香港政府 憎恨司法機關 這就是犯罪所在 我的天啊 只是紀念六四耶 這樣子就不行啦 這樣子憎恨中央政府啊 那麼根據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 的內容是涵蓋了叛國 煽動判亂 還有竊取國家機密 而且是閉門審判 好囉 那這樣的罪呢 最高可能被判七年監禁 周幸彤是個女生啊 那邊全部啊 那邊全部啊 除了周幸彤的媽媽之外 都是都是少年啊 一生要關一千天 一生要關七年 抱歉 她的青春真的叫關了了 可怕又可憐啊 這就是香港 台灣人 我們如何能夠 不為我們的民主自由 跟法治而奮鬥呢 頭頭給國民黨立體法院 這樣亂無耶 好那麼這個我們那天說 美國聯邦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帶了五個 率領了五個眾議員來 那現在呢 我們講的是參議員 美國聯邦眾議員有四百多個 參議員只有一百個 一個州兩個 所以參議員權力很大 那麼這個美國聯邦參議員啊 達克沃斯 你知道她好像腳不是那麼方便 是一個女士 她今天率領跨黨派的重量級參議員到台灣訪問 那麼有哪一些呢 除了達克沃斯之外 還有聯邦參議員蘇利文 還有一個叫昆斯 還有一個是叫巴特勒 那麼還有國會專業的幕僚 總共16個人 今天來拜會了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還有副總統蕭美琴 那這個達克沃斯跟蘇利文還有昆斯 他們對台灣非常的友善 他們好幾次都在國會投票力挺友台的議案 連署支持台灣的信函 而且在2021年台灣 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需要疫苗的時候 他們做軍機來台灣 宣布美國將捐贈台灣疫苗 這不知道是真正朋友 台灣需要疫苗台灣買不到 他們把我們送來 送了幾百萬劑來 還搬飛機來 那麼賴清德 今天已經接見了這個代表團 感謝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跟友善 那這個講到美國 路透社說 美國在台協會現在這個處長 叫孫小雅 這位女士她今年夏天就要卸任了 那會派誰來呢 OK 這個是由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公使 古力嚴來接棒 你叫大使 大使接下來就公使嘛 那麼 古力嚴呢 被稱為是台灣忠實的朋友 她非常了解台灣 為什麼 因為她這個 擔任過美國駐中國成都跟日本 OKINAWA的總領事 另外她也擔任過白宮國安會日本與東亞經濟事務處的主任 然後她是國務院東亞太平洋事務局經濟政策辦公室的主任 同時 這個她在2021年 調派日本擔任代理大使 然後她在AIT 就是美國再來協會擔任副處長古力嚴 她會日文她會中文她會英文 對於把美國日本跟台灣把它連結起來 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這個是古力嚴 好 那剛剛講到的是美國 我們來關心的是中國 因為賴清德在520就職演說 她說她希望我們兩邊海鹹兩邊 用對等互惠的方式 開放觀光 團客的觀光旅遊 還有中國學生來台就學 那天啊 這個商總的會長 商總理事長 許舒伯說有好消息 這要不公布 這要有好消息 那今天立法委員就問 問了陸委會的副主委梁文傑 梁文傑現在是政務負責委 可以說民眾政府也要知道 梁文傑今天就說 我們正在規劃中 正在規劃中 具體要由交通部來說明 梁文傑說 如果你要考慮到 對岸有無對等性跟善意 他說目前看起來 他從23、24兩天還台軍演 如果說這叫有善意 台灣人民不能接受 但是對於自己觀光旅遊業 我們也有自己的步驟跟考量 換句話說他們的生計 我們能夠考量嗎 他說其實這件事情跟對方 善不善意沒有關係 梁文傑說 我們對於自己的路生還有觀光 都有自己的時間表 目前剛才在規劃討論中 很多人把觀光團或路生當成善意 但一路看下來對方並沒有善意 但是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善意 所以我想 應該是我們主動要開了 那有可能 他說有可能由行政院長佐隆泰來說明 來休息一下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說這樣 就是中國要拍一部電影 這個電影叫做澎湖海戰 中國要宣傳什麼呢 要宣傳清朝的康熙皇帝 派遣司郎攻打鄭成功 他把鄭成功形容為要分裂疆土的分子 那麼司郎跟鄭成功在澎湖決戰 結果打贏了 所以就被清朝統一了 那導演說是香港的導演鄭寶瑞 說拍攝今年就要開始營 明年就要上映了 這個事情其實我最近花了滿多時間下去做研究 我給大家報告 是這樣 以前的鄭成功 因為他接他爸爸鄭之龍的一波 你可以說鄭之龍那時候是海賊 也也是海凶 他又 你不能用現在的角度去看四百年前的時候 四百年前 那麼這個東南沿海啊 這個如果你掛一個鄭 那個船啊掛一個鄭的旗子 你就沒有人敢搶你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什麼 這就標示說我 有給鄭之龍這個集團在保護 可是呢 你要掛那個旗子 你就要給錢 買保護費的意思啦 那你不掛 不好意思 不要說別人跟你唱 鄭之龍他們就可以跟你唱 那另外他們當然也做運輸中國到菲律賓到台灣到日本的生意 所以他既是航運的商人又是你可以說他是武裝集團 那這個鄭之龍呢 那這個鄭之龍呢 他就想來想的都是利益啦 所以他你知道明朝啊 這個崇祯皇帝最後一任 他主殺了後 那麼就有所謂的南明政權 南明政權呢 就走走走走走走來到南京啦 福州啦 這些地方 為什麼 因為清朝當時雖然打下了北京 可是 因為他是用戰馬在打仗的北方人 來到這個中國的南方啊 都是稻田 稻田很浪漫嘛 所以買就沒辦法騎 一下子啊 是攻不下來 中國的南方 所以呢 南明政權啊 有四個王 就在南方建立了他們的政權 那這個鄭之龍啊 就跟南明政權 就是鄉修南明政權 對他的封這個封號 給他官組 給他利益 給他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他有實力 他又有權 還是他不是真的要 真的要效忠南明啊 等到這個清朝啊 開給他 說給你當總督 而且這個總督啊 是三個省的總督 中國的省長叫做 當時清朝叫巡撫 一個省叫巡撫 兩個省以上就叫總督 總督也可以管三個省 那時候他說要給他三個省 你知道中國三個省很大 那比一個國家還大 哇 鄭之龍痛啊 他就決定接受 決定接受 他要跟鄭成功想要抓 他鄭成功反對 他說我們是效忠南明耶 我們效忠明朝耶 你怎麼可以給一個義族統治呢 因為清朝是滿州 是滿人嘛 女真嘛 你怎麼可以給義族統治呢 而且你這個投降以後 你就完蛋了啦 你根本沒有武力嘛 你的幾百艘船都會被收編 你的幾萬個武裝分子 都會被收編啊 結果他們老爸不聽嘛 他就要分道揚鑣 鄭成功跟他爸爸分道揚鑣 鄭之龍往北 這個接受清朝的所謂的招呼 那這個鄭成功呢 就繼續守著金門跟廈門 這兩個主要的根據地 這個東南沿海啊 鄭成功有他的勢力在 好 那麼這個鄭成功啊 的勢力呢 大到就是說 當時啊 清朝接受了一個鄭成功的叛將 叫做黃武啊 這個黃武啊 看到鄭成功管軍隊 是在管太元的 他不曉得哪一天會被他殺了 所以呢就把鄭成功交給他 叫他看管一個 一個啊 重要的城市叫海城 竟然把海城獻給了清朝 然後自己去投降 那這個黃武呢就跟清朝建議說 你要有一個海禁政策 什麼叫海禁政策 就是說鄭成功啊 都是扣家做生理 你賺錢 你保金 沒米就來買米 沒菜來買菜 準備修理就有扣家的沿海 所以呢 你海禁 什麼叫海禁 就是說把沿海的居民啊 往內牽15公里 30里啊 30里就15公里 然後呢 這個他就不可能有辦法做生理啊 你如果是含他做生理的 全部殺 叫做牽借進海 還是對鄭成功有影響 可是 也沒有把鄭成功打死啦 牽借進海 好囉 那這個後來啊 鄭成功啊 決定 這個來 這個 來台灣 那驅逐荷蘭人 驅逐荷蘭人的時候 他也是從澎湖先去驅逐 然後 這個 到台灣 跟荷蘭人 對峙很久 因為荷蘭自己也知道 他的這個軍隊太少 打不贏鄭成功 鄭成功大概帶兩萬 幾人來 那當時的荷蘭 大概只有一千個人左右 不是對手啦 但是你知道 要打的人比較辛苦 守的人比較容易嘛 那鄭成功採取的就是說 我就 就是把你奉索起來 讓你後面 顧料你沒飯 你沒米沒水 那你就倒了 結果後來 荷蘭真的跟他談判說 好好好給你給你給你 結果呢 荷蘭人就撤走 撤走這個 台灣就鄭成功的 可是呢 在 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他跟這個思朗 鬧得不愉快 這個思朗也不忠心思想 他一下子跟鄭之龍 一下子呢 投降清朝 一下子又回來靠鄭成功 那當他跟鄭成功的時候呢 這個思朗因為他有戰功 但是他就 那種什麼 就是四財奧物那一種 齁 很囂張 那鄭成功呢 好像抓他沒辦法就對了 有一天啊 思朗有一個 有一個兵叫做征德啊 這個征德 也是犯法的 那征德呢 就跑去鄭成功那裡 當鄭成功的隨護 可是思朗知道以後呢 就把這個征德找來抓來 然後呢 就是說這個人叛變 要把他砍頭 鄭成功聽到以後說 這個人已經不是你的人了 你怎麼可以砍他頭 這個人已經是我的人了 你要砍他頭 你要看我的面子啊 但是思朗聽不下去 就把征德砍頭了 征德被他斬首以後 鄭成功氣得破不破 就把思朗跟思朗的爸爸 思朗的弟弟 還有他的侄子 抓起來 關起來 但是思朗啊 後來逃脫 那他的爸爸 他的弟弟跟他的侄子 全部被鄭成功斬首 就是這樣 思朗總共殺父之仇 不共戴天 然後呢 跑到北京去投城 那北京去投城啊 這個清朝知道他的重要性 為什麼 因為清朝不會海戰 他們對海很不熟悉 鄭成功在海戰是遠遠高於這個清朝 所以他們覺得思朗這個人要好好珍惜 那最後呢 是賜給他這個福建的這個海軍總司令 大概是這個意思 有一天是要來打正成功的 那思朗呢 被授予這麼高的這個捐接之後呢 有三次要來打正成功 但是都沒有打成 為什麼 因為那個風啊 台灣海峽的風啊 很讓他們很難控制 被三次都被風打回去 最後是他跟這個 搖起勝 兩個人聯手 這個知道風的風向以後 聯手來打磅糊 那時候正成功來台灣不到一年就死了 所以真正接班的是正經 就是正成功的大兒子 那這個正經啊 他們對於清朝的海戰 其實沒有看見我們 對自己的海戰的能力 很有自信 他說他們那邊跟風就沒有了解 他們是要跟我們撿 而且我們的戰船有幾百艘啊 結果呢 這個思朗他們的造的船啊 都是被稱為鳥船啊 鳥小鳥的鳥 鳥船啊他們的新船都是新船 但是正成功這邊都是舊船 正經這邊都是舊船 那那船的船用船做的船啊 三年要一小修 五年一大修 十年就要拆解 因為他也要拗嘛 那你想新船跟舊船 戰爭的時候 這個清朝的數量 船的數量比正成功的多一點 但是他的船的品質比較好 然後又有師郎 又知道怎麼海戰 那可是他們低估了這件事情 所以呢 正經啊就派了劉國宣出戰 他們在哪裡 這個交戰 在澎湖 所以這個被歷史上稱為澎湖海戰 那澎湖海戰啊 劉國宣這個低估了對手 然後呢這個師郎啊就在澎湖這邊啊 這個戰敗了戰勝了劉國宣 劉國宣啊就逃回這個台灣 逃回台灣以後 他自己知道這個台灣的實力不是這個清朝的對手 所以呢 後來就主張投降 是這樣 所以師郎啊 後來來到台灣也不用戰了 因為他們已經主張投降了嘛 那只是說那個投降的條件 後來其實輸了就輸了啦 也不能開條件了啦 因為以前正經是說我不要剃頭髮 我不要穿清朝的服飾 但是北京一直不接受 那最後你戰敗了啊 什麼條件都沒有了 所以呢 直到這個 因為這個正經你的家族又來亂了 因為正經在廈門的時候啊 曾經啊跟正成功的兒子的乳母通姦 生了一個小孩 那正成功那時候是起到 他就說你亂亂啊 所以呢 他就要下令要派人去把正經要把他殺了 然後殺了那個小孩 殺了這個乳母 殺了正成功的太太董夫人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他的太太就沒有把孩子交好嘛 要帶死的人啊 大家去派去那個人間就不敢帶了 要求正成功的兒子上家台 正成功的太太上家台 唯一敢殺的就是乳母跟小孩啊 後來呢 是那個乳母啊 這個死掉了 但是呢 小孩 孫子啊沒有人敢殺 正經沒有人敢殺 這個董夫人也沒有人敢殺 好囉 那這個 這個董 這個 這個生的小孩 後來叫鄭克張 他就大小子 結果這個鄭克張啊 其實是一個腦筋聰明的人 是有決斷力的人 長大以後啦 那這個鄭克張呢 本來啊正經是要栽培他 這個當東陵王國的國王 可是呢 因為他是乳母所生 被後來在台灣這裡的這個家族啊 這個就是瞧不起 後來他們就扶持了鄭克爽 把鄭克張殺了 就是說自己來亂啊 元氣大傷啊 然後呢 劉國軒啊 跟這個冯錫煥啊 跟陳永華又對立啊 是因為這樣子 自己來亂 然後自己的很多的將軍啊 就叛變 投降清朝 他看不出色了嘛 那所以呢 澎湖海戰就是在說這個 但是那哪是一場戰爭 那不能講戰爭 那就是台灣現在的寫照 就是台灣內部不能被瓦解 我們不能來亂 我們現在很多人去幫忙 中國的滲透 你看看那些有一些名嘴 你看看那些學者 你看看那些民意代表 看那些立法委員 有多少人去 在中國排隊等著磕頭拿好處 這就是台灣的寫照 這些人 我們台灣要看清楚 我們不可以被滲透 我們不可以被收買 然後對這些所謂的漢奸啊 大家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國會這一次這一次的事情 讓台灣一定愛這個非常嚴正以待的看 這個看待 好好的處理 好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這個剛剛講到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就是有主權嘛 有主權啊我們要做自己嘛 我們看一件事情啊 這個我曾經在節目上講過 有一個人真惡真嘛 他有說國保集團的總裁朱國榮 這個朱國榮啊 他是中國人 好 然後呢 他啊 跑去香港之後 他就做為非三做 結果去台 衝擊的時候台香港的警察 結果就跑 跑去哪裡 跑來台灣 好 跑來台灣啊 這個人在台灣 因為 我想啊 他這個黑道的 很多人怕他 所以他這麼負那負 負很多錢啊 負很多錢 但是呢 其實都非法了 因為他炒作股票啦 你想看看 炒作股票跟內線交易 鋒破一條八年的 破一條十六年的 這種 要判那麼重 就表示他的罪 他的情況有多嚴重啊 結果呢 他就六十幾歲了 要七十歲了 所以呢 他知道說 嗯 看起來他在這邊啊 非官不可 會關到死啦 然後呢 他啊 就跟他女朋友 因為女朋友跟他生了一個小孩 跟他女朋友 還有女朋友的父母 這個計畫逃亡 就叫他們女朋友的老伯 去用 用 諸葛隆的相片 用他們老伯的名 去香港啊 買一本預料 一本預料 叫做萬納度護照 我相信這可能 不會說難買啦 要收穫啊 扣這個賺錢 然後呢 這個 他就拿這本護照 去用 然後啊 他找人 偷渡 這個 偷渡啊 要給他 偷渡的人 去買一台 175萬美金的遊艇 五六千萬的代表啦 然後呢 找純粹 啊 這個 純粹去找他們兒子 然後幫他 偷渡到菲律賓 好 你看喔 對台灣 夷渡 和解准 起到福利賓 起到福利賓 起到福利賓之後啊 福利賓沒那麼好生存 福利賓 歐洲人怎麼這麼多啊 他們總之 是 私人飛機啊 真的去萬納度躲藏啊 萬納度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啊 真的那種人 他想要鄉修 他可能會躲藏 萬納度 最後呢 他們啊 這個 又一個暴擊 一個去哪裡 一個去以色列 好 可是以色列啊 剛才發生 跟巴勒斯坦 這個哈馬斯的戰爭 所以呢 他們今天去被波及啊 昨天還專隊對你 專隊俄羅斯啊 專門去到俄羅斯到現在 查不到他們 又跑去哪裡啊 但是你可以想想 他對台灣啊 這個什麼 走去福利賓 福利賓走去萬納度 萬納度 又走去以色列 以色列又走去俄羅斯 那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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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帶走 很像那個小孩 結果這邊的人 就要用 這個什麼 視訊啊 或是用送品給他 給他看 一劫相思之情啊 結果 替他多忙的人啊 現在去到北檢啊 把總共和這個什麼 起訴10的人 有夠衰啦 這些人 說實話也不會說衰 搞不好有提錢 也不一定啊 那我想請問 諸國隆為什麼要逃 因為台灣有主權啊 不然你就要在這製造啊 走啊 酸啊 第一 有錢是要這麼好用啦 要坐包機就包機 要坐雖然飛機就坐雖然飛機 要坐 要坐 要買遊艇就遊艇 啊 離開花錢買不完 但那錢送的 錢都是台灣人的 很可能的 很多人去騙他啊 炒作股票內線交易啊 聽說他台灣也要幾個救助呢 好 這個所以呢 主權很重要 我們要收到 我們不可以讓台灣這麼好的地方 不可以讓中國滲透去 好 那 這個台灣啊 我們 就像這個賴清德講的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啊 國名的 你叫他中華民國 要叫他中華民國 台灣要叫他台灣 都可以 好 就是獨立的國家 結果呢 我們長有說 中國的那個部長助理啊 外交部啊 叫華春瑩 這個華春瑩啊 從發言人升到師長 升到部長助理 結果昨天升到副部長了 那為什麼升副部長說這個為甚麼戰狼啊 因為他用官方的身份啊 去講 沃克娜 地位位定論 沃克娜 沃克娜現在誰的 現在是日本的 日本給他做沖繩線 中國叫做琉球 好囉 既然人家是日本的 你怎麼地位未定論 你要搞獨立啊 沒有錯 他就是想要推動沃克娜瓦獨立 因為他說 根據波茲坦先言 這個二次大戰後 日本的主權只集於本州北海道 九州跟四國還有一些小島 他不屬於日本 他後來啊 這個大家才發現說 BBC啊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說啊 中國現在這樣搞啊 包括他們的人民日報 包括他們的官員 包括習近平去福建考察的時候 都特別去考察琉球館 說琉球王國跟福建很有淵源 他說他在福州工作的時候 你知道嗎 習近平做過福建省的這個 啊 省長嘛 他說啊 他在福州工作的時候 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 有琉球墓 還有跟琉球交往很深 還有閩南人有36個姓 跑到琉球去 這個大家想哦 那中國要幹嘛呢 中國啊 中國啊說 現在發現 中國不只想要台灣 還想要沃克奈娃 這個 所以日本 我相信日本不會那麼笨 日本也是知道的 這個 其實 以前的沃克奈娃 就琉球啊 他其實是個國家 因為我又去過 我去過了 又去幾個邊 我對南部國家走到北部 其實以前的琉球有三個國家 雖然很小很小 但是呢 後來啊 是由一個人叫上巴治 這個國王把他統一了 統一了呢 他不是南部人 但是他把這個首府 設在南部的這個納坝 也就是首里城啊 首里城不是前幾年有叫修夷嗎 這樣 那 他啊 既朝貢中國 又朝貢日本 這麼小的國家有夠可憐啊 朝貢中國又朝貢日本 那 這個 後來是在 應該是 沒有錯的話 是1875年吧 被日本 這個 變為這個日本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是中國的野心啊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 那 傅昆琪 傅昆琪啊 今天他啊 竟然民陪搞得說啊 他沒有差股票 他也沒有違約交割 他也沒有內線交易 他說 是民進黨用刑法一百條 把一個五星縣長打入大牢 這個人啊 實在真正啊 民陪好像是稱之打不過 為什麼 他翻的罪是 政交法一百五十五條跟一百七十一條啊 他哪來什麼刑法一百條 刑法一百條 刑法一百條是當時是政治犯啊 你哪裡哪裡是政治犯呢 齁 所以這個人啊 實在真正是有夠不見笑 齁 齁 然後呢 又說 他啊 要組成 在野的 在野黨的特徵組 齁 齁 全面來查幣 你本身就以前就是亂搞的人 你什麼全面查幣呢 齁 然後呢 他這個說要務必要讓陽光照進台灣 我的天啊 這種人在台灣 我看台灣要討 齁 那麼 呃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說 什麼什麼什麼在野黨特徵組 他說不可能民眾黨反對 齁 這個柯文哲說法律應該要有一致性 辦大牢我們有修法 辦一半八歲我們還是用修法 怎麼需要特徵組呢 齁 好 那 齁 這個 齁 另外呢 我們來看齁 這個因為國會擴權這個事情 齁 現在啊 余波蕩漾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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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慈權行使法 民進黨代表郭國文說 法案有夠纏濁的啦 sizz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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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条针对被咨询人的相关罚缓 写的是并竟然没有写新台币这三个字 只有元几元一元两元的元 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法规规定 这个元是新台币的三倍 换句话说 最高罚这个20万元 那就是要罚台币60万 所以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错误呢 他说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两公网站 这个法案是两公网站 蓝白更是两官 出现这么夸张的疏失 竟然没有人提出修正 那这个两官法案之所以能通过 就是他们黑箱作业 就是没讨论才会漏洞百出 这样所以哪来什么阳光法案 只有两官法案 这样他感觉说台湾的民主 他感觉很忧心 好那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昨天三读通过了 所以这个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召集人 赖宗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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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他讨问过 他说第一就是行政院提出复议 第一民进党的立委员党团申请示线 第三希望韩国瑜这个会面沟通程序正义 跟国会透明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不用问韩国瑜啦 没效啦 他如果真的要公平就要公平了 那还有一个其实是可以公投啦 不过公投这个是比较劳师动众 这个以后再看了 那这个今天赖宗强说 5月31日 这个精明年没有要再动员民众到立法院去集结 5月31日没 那可是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下一个战场 就是我们要用草根民主的方式 在全国各地举办社区座谈或者是集会 向蓝营的立委选区的选民说明 国会滥权法案对人民跟台湾民主的危害 对蓝营立委施压 希望改变蓝营区域立委在复议案 重新议决时候的投票 或者让这些立委感受到选区选民的不满 这样下一次他们可能会选不上 这样子他们要做的现在是这一个事情 好那今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了 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条文内容有侵害人民权益 违反权力分立 还有法律的明确性有问题 所以行政院决定这个提出复议 那么赖清德也支持行政院提出复议 他感谢立法院这些民进党立委的辛苦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 看一个轻松的新闻 就是我很关心的 美国的NBA季后赛 那昨天赛尔蒂克队4比0 横少了六马队 所以这个东区冠军是赛尔蒂克队 那西区冠军是谁呢 今天没有出来 因为这个独行侠 这个3比0赢了这个辉郎 可是今天本来是想说 会不会又是4比0横少 结果没有 辉郎的球星爱德华兹 我说这个人打球 我很喜欢看爱德华兹 今天攻下全场最高的29分 最后105比100 击败了独行侠 在西区的冠军赛扳回一城 现在是一胜三败落后 那独行侠的唐希渠 他还是很厉害 这个他搅出大三远 不过球队是输了啦 那这个爱德华兹 现在被认为是另外一个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然后球风跟外形都很像篮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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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